欢迎收听收看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忠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引计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然后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还要去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有Podcast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走的更远更好 做更深度的报道 在前一阵子其实在台湾社会里面 就引起了一个比较大的争议 就是数位中介服务法 事实上这个法律 其实在台湾这个相关的讨论 已经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那NCC其实也在 在上个月的时候大概 对不起 再重解一下 在之前他其实都还在一个 咨询的阶段 他在网站上面也办了一些讨论 这些所谓公听会的这种方式 不过这些的讨论或公听会 就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有业者就表示说 这样子的搞法 根本就是要让业者没有办法生存 那从一个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的角度来看 这样一种规范方式也的确存在了 这些限制言论自由 伤害言论自由的疑虑 当然它也涉及到有关于隐私的问题 可是说实在的这样一个法律 对台湾恐怕也是必须要去制定的 因为在欧洲 欧盟或在其他国家当中 也都慢慢陆陆续续的 在做网路的这种管制 可是管制网路怎么样不去侵犯隐私 不去伤害言论自由 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来邀请到的是 台湾人权促进会的专员 周冠儒他也参加了公听会 也对这个法案有一些研究跟了解 要请他来跟我分享 他对于这部法案 这个草案的看法到底是什么 关如你好 那个主持人你好 我想先请教一下 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是数位中介服务法 那数位中介服务法 当然我们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那不过我想要先厘清的是 什么是数位中介服务法之外 他管制的这个标的 他的对象到底是谁 那这个法律对台湾来说 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 数位中介服务法是前阵子NCC 他提出来让公众咨询的一个草案 那他在就是在这个 数位中介服务法这个草案中 就是他引用了一些欧盟的法律 那尤其是大家最近比较常讨论的 欧盟的可能会听到这个名称的法律 那他其实里面要处理的 很多是跟网路内容管制 有关的问题 那应该是说我们在网路上 现在很像是我们延伸出来的 延伸出来的一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里面 到底政府可以介入这些内容到什么程度 然后以及业者有哪些的责任 他其实是在处理里面的这些问题 那他可能就会包含说 政府介入的时候会需要什么样子的程序 然后以及业者要配合什么样的程度 什么样的状况下就是业者 业者他以及他除了违法内容之外 业者他是不是有需要 附带一些其他的透明度跟问责机制 那讲到这个透明度跟问责机制 其实也不只是业者 那我们听到比较多是业者 他可能要公开透明报告 那其实政府那边也有要求 要在共同资料库的部分做登载 就是有限制哪些内容 那另外他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措施 比方说到底业者在做内容自律的时候 包含了哪些面向 那他要从检局 在草案上的文字可能是通知 然后我确定 业者确定要限制一个内容的时候 是不是要告知使用者 然后跟专责机关等等 他有非常多这样子的 很细致的内容 那关于业者他也有一些区分 就是不再是我们过去 过去认为说 只有线上平台是有关 他还纳入了很多 他还纳入了像是 像是我们我们的提供我们网路的连线业者啊 电信啊这些也会被算进去 然后跟其他的一些中介业者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他是一个比较倾向于一个网路言论内容的一个管理啊 因为我们讲管制的话 大家可能会就是一种限制 就是如果是管理的话 就是可能有一些不当的言论 这不当言论不只是一个政治的言论 可能包括一些可能是社情也好 或者是毁谤等等的言论的一种管理的方式 那但是这个管理的方式 他不是直接的在管理内容而已 他可能还会涉及到其他在这个平台上面的不同的角色 例如说可能包括脸书这样一种平台 或者是包括LINE这种不同类型的平台等等 那这样的一个法律 当然在制定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跟看法 不过这个法律对台湾来讲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吗 我就说其实这个法律他没有办法去直接处理 直接处理特定的内容 因为他其实到底什么样子的内容是违法的内容 这个法律里面并没有列去 变成说都是要回归到 不同的他原来的法律相关的法律 其他机关的不同的法律 那一方面我们其实他其实这个法律 他就是要去解决我们现在 现在还没有社会中介服务法的时候 在面对不管是政府介入 或者是业者自己在做自律的时候的一些问题 他其实是要回应这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有包含什么 就是其实在这部法律没有通过的 现在其实台湾的不同的政府机关 因为台湾 台湾会过去在做那个台湾网络通理报告的调查 其实就看到有很多机关 那这些机关他有各自不同的法律依据 他其实就会去以这些法律依据要求 有业者去限制特定的内容 那有些要求有被一些业者接受 那有一些就没有 那他的东西真的很广泛 就是他可能会从一些商品啊 食品药物的管理 然后会到 然后还会到 我们看过的还有像是诈骗的类型 或者是跨国婚姻的广告的管制 然后到 到甚至是那个白牌 不是白牌 就是可能没有合法的民宿 那介绍合法民宿的文章 这类型的请求 就是他其实非常的广泛 但是这些请求 他其实没有一个完整的透明机制 这是政府方 就是政府并没有去 去做一个公开统计说 我过去到底是以什么样子的法律 然后去做这些限制 然后业者没有同意 其实我们没有这种透明度 那这都是靠着平坚团体 然后我们去申请政府证明公开 把它评凑出来 那另一部分在业者方面 就是 其实不是每一个业者 都有去揭露 这些请求 也不一定有去揭露说 他依照自己的 不管是版规 还是社群守则 或者是使用者条款 另外去自行管理 自行限制的这些网路内 那在这部法里面 他其实就会想要把整个程序 明确的话 就比方说在什么样子的时候 是就是要提这些程序 然后跟我当政府 或者是业者 做了这些内容限制的时候 应该要有什么 透明跟问责的机制 等于说就是公开讲说 因为什么原因 然后我限制了哪些内容 等等 然后这些机制其实都是 可以让后续一般民众 在使用网路的时候 可以了解 整个网路内容管理的状况 然后去看他中间 有没有出了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在过去 可能这些业者 会有他自己的自律 例如说他有自己的规范 例如说我们常说被组了 就是组博客 或者脸书 他自己就去做了 他认为的某种的规范 那另外一种可能是 政府会去要求业者 去做某些的规范 可是这业者是不是做呢 或者是政府 有没有权利要求 业者去做这个规范 可能也会有一些争议 那也因此会有这样一个法律 就是要把这个所谓的 业者某种的自律好了 或者是某种的规范 给明确化 或者是他的程序给明确化 那或者是说 让这个程序除了明确化之外 他还是一种所谓的 公开透明的一种方式 而这些的这种做法 或是这种期待 他可能必须要有一个法律 作为一种依据 所以他才会有数位中间服务法 这样子的意思吗 我就是 我这边就是从内容里面 我想到的 想到的原意是这样 当然我觉得 因为他的条文 这个涉及非常广 然后有一些在 个别加入的部分 看起来是有想要处理 其他的问题 所以他其实想要处理的问题 蛮多蛮庞杂的 看到的还有其他特别 因为比方说就是 这个法律其实当初很多人在看的时候 会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他到底是想要处理 哪种类型的言论 我觉得蛮大的原因是因为 他就是只有写一个违法 那其实他当然 这部法律没有办法直接去处理 到底违法内容是什么 但是他其实也没有做 比较完整的盘点跟列举 然后但是里面 他有特别点出的特定类型 就比方说像是谣言跟不实讯息 他在18条里面 其中一个部分特别点出来 那这个也是 也是就是前阵子在讨论 就是大家诟病比较严重的 一个部分 就是说行政机关可以在认为 某则讯息是谣言 或是不实讯息的时候 然后再向法院去提出申请 但是法院还没有做出裁决之前 就可以先行要求家族警示 这是这件事情 他是里面有针对特定的类型 做一个举例这样 然后应该是说针对特定的类型 然后给予一大的权限 然后另外也有一些 其实跟内容管制 没有直接的相关 但是会是要求业者 要收集更多的个人资料的东西 比方说是那个卖方实名制 就是有几件事情 他有特别点出来 然后看起来是都要处理 不一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法律会一起争议 大概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他要管制内容 那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当然有些内容我们觉得是需要管制 但是有些内容可能 未必是需要管制 或者他其实很难管制 这可能是第一个争议 那第二个争议可能是来自于 就是要求业者 第二个争议可能是来自于 他的要管制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可是广泛到一种 到底你要做什么这件事情 能不能在一步法律当中去完成 可能也是另外一个争议 在第三个可能是要求业者做了一些 可能是他在他能力范围以外的 或者是他觉得做的这些东西 他的成本会增加更多的事情 他可能会是也是另外一种争议 那如果回到那个所谓的言论管制 或者是内容管制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在法律 在这个有关于网路的管制 在一直以来都有一种声音 这种声音就是说 网路就等于是马路嘛 那现有的法律就可以管了 就是说在马路上会发生的事情 在网路也会发生 那为什么还要特别设定一个 网路的法律来去管制这些内容 例如说你刚才也提到说 谣言 谣言在台湾其实有一些相关的法律 例如说 简单来讲就是 正义最多的是社会秩序维护法 对不对 那或者是说谣言包括像 传染病相关的法律当中 也有做谣言的规范 而且它也有一些明确的主管机关 那为什么不能够直接的用 既有的法律 或者既有的机制去管制就好 为什么还要去设立一个 数位中介服务法 来去管制这些样态呢 嗯 我就是讲就是 当初 当初有一些并不是针对网路 是比较针对实体的法律 它其实 就是以社会秩序维护法 跟那些跟假讯息有关的 法律好 它其实都是 它其实并不是要限制网路上的内容 它其实是要惩罚 就是发这个讯息的人 那在这次数位中介服务法里面塞的那一个加注警示 看起来它是想要在确定这则内容之前 去做一个补充资讯的动作 但是这个补充资讯的动作 为什么民间跟包含我们觉得有这么大的问题 除了一个部分是行政权可以直接决定之外 那就是不用法官同意 它就是直接很快速的发动了之外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说 到底由行政机关要求业者加注一个警示 或者是补充讯息 到底对媒体试读 还有对抵抗假讯息 到底有没有用处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可以看到 就是有特定的平台 他们本身有跟第三方试察中心合作 那合作之后会是由第三方试察中心 然后他们主动去发动这些调查 那标注有问题 就实际上有问题的假讯息之后 那有特定的平台 它会加注警示或者是降触警 等等这些操作 或者是由平台自行在一些 跟疫情有关的讯息上 其实未必是假讯息 然后是提到跟疫苗疫情有关 去加注的一些警示 那其实在过去的时候 这些动作也会被一些 本来就不相信特定讯息 或是相信特定讯息的人 去质疑说企业 或者是质疑第三方试察机构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权力 或是公信力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那其实就这样子来说 如果我们只看第三方试察机构 它为什么那么强调 它要是第三方 就是它才能够摆脱企业或 控制言论的这种疑虑 对这些疑虑 那如果今天行政权再升进来 那其实就是相信的人 永远都会相信 不相信的人还是不相信 就是它应该是没有办法达到原本预期的这个效果 而且它也不是媒体试读的一环 那其实在朝案里面我们看到 那个朝案的说明针对这一条 它写的那一个 欧盟的那个视听媒体服务指令里面 那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法律 这是我比较不懂的地方 就是我现有的法律就可以 假设现有的法律就可以做这些规范 你多了一个法律 你反而引发了一些争议 这样是真的是比较好吗 好就是我们过去在那个业者的透明报告 然后跟大型业者的透明报告 跟台权为自己做调查 里面是可以看到 其实行政机关大部分 发出的限制网内容的请求 都是没有经过法院的 那其实有一些 有一些看起来是 就是行政机关依据自己的 自己机关管辖的法律的状况 就是到底什么样子的情况 它其实是行政处分 然后什么样子状况不是 然后套用到 如果套用到社会中介服务法 就是是不是要走这个法院的程序 其实我觉得一般人 还是有点难看懂跟理解 但是过去我们看到的状况是 像有的大型业者 当他收到的是 政府机关发来的 跟诽谤有关的 理由要求限制网络内容的时候 其实这个 没有经过法院确定的话 看到有业者 他就会直接拒绝 政府的这个请求 那有的机关 比方说我们看到被接受的是 这个入出国移民法 机关已入出国移民法 然后去 请求说限制那一个 跨国婚姻的广告 那这部分有业者 他就是会限制截取 就是会让 台湾这边的 这边的IP的人看不到 所以其实到底回到 过去原有的这些法律 他到底可不可以拿来 直接去 限制网络 他其实都需 限制网络上的内容 其实都需要 就是被 重新的去盘点 那其实 数位中介服务法 他只是把他的 程序做确定 就是他需要到法 需要到法院 然后以及是不是有 比较紧急的处理方式 就是那个紧急限制令的部分 他把它做一个确认 但实际上 因为其实 资讯限制令 跟紧急资讯限制令 这两条 他针对违法内容 他其实没有列举 那 那到底这些违法内容 是哪些 那尤其是因为 紧急限制令 他的时间非常的 短 处理时间非常的短 那他的重大公共利益 到底是 到底是什么 就是他其实需 他还是不够明确 那为什么我们讲 不够明确 是说 可能有发生一些 一些网 网路言论 他其实伤害的 并不是 公共利益 可是可能对特定个人来说 是 非常严重的 非常严重的 个人 就是 的个人私益的损害 那这部分到底要怎么 怎么去衡量 还是说他其实在 紧急限制令 可以 也是一样可以列举说 是什么样子的样态 方说是 细思命以下等等 这些样态 我们必须要做 紧急的处理 因为如果没有做 紧急处理 东西就传播出去了 那 到前面的那一个 紧急 一般的紧急限制令 是不是也是 他的违法 违法相关的内容 要去列举 然后我觉得 这些列举 其实都还是要回过 头去盘点 我们现行 观察到 或是知道 或是各机关 在使用的这些法律 到底明确性如何 他到底 或是有什么样子内容 他 机关在管制上 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需要去应对 但是因为 我没有看到 完整的这些盘点 所以 我觉得现在大家 在看草案的时候 看到违法 就会把所有的东西 都联想进去 OK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 回到我们刚刚 曾经讨论过 这个法律本身 就是要去限制 这些业者 特别是平台业者 他们在管理上面 或是政府要求 他们做某些的管理上面 是有一些依据 那当然这些管理的目的 可能是要维护 某种的人权 或者是某种的 这种资讯的 这个正确性 那但是呢 有些本来 就有法律的这些内容 那他可能会 这个依据是有用的 这个管理要求是有用 因为他会回过头来 去依据这个政府 本来的法律 可是如果这个政府 本来就没有 这些相关的法律 或是这个 跟他新的样态出来 你去要求他做这件事情 可能也不知道干嘛 因为他只是一个 在程序上面的一个透明 或者是一个程序上面的 一种管制 这是第一个 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那第二个 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于说 什么叫做紧急限制令 就是说什么叫紧急 那紧急的方式是什么 那这个紧急跟 现有的法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那会不会因为这个紧急 而造成了某种言论自由 或是造成了某种 这种资讯的正确性 或是国家管制的一些争议 恐怕也是要再进一步 再去做讨论的 那待会我们休息一下 我想要再回过头来 请冠儒让我们用一个实际的例子 来告诉我们说 这个例子如果发生了 当然是跟可能现在法律是有的 那这个例子发生了 那已现有的法律的管制方式是什么 而如果透过这个数位中介服务法 他的管制的方式又会是什么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NSC也拟数位中介服务法草案 并且要举办多长的说明会 征集各界的意见 但是有不少的专家学者和平台业者就担心 草案有可能会钳制言论自由 数位产业相关的协会 更发表联合声明 希望政府不要仓促上落 NCC也在傍晚的时候宣布了 要暂缓办理二十五号的公庭会 要检讨草案的品质之后 再对外沟通 在社群媒体发言 或是网路上购物 看影片玩游戏 数位中介服务的样态包山包海 NCC拟定了数位中介服务法 更办理多长说明会 但是有平台业者认为 草案中不少规范 实务上至爱难行 例如PTT这样的很诡异 因为整部法的规制对象 明显就是设定在公司法人 一旦指定的PTT为指定平台 就跟命令PTT观战是相续不远的 每一个的数位的事业的发展 其实状况不太一样 那这样是不是能够一体适用 法令一定定下去 其实本土的业者 法尊成本会增加很多 可是你还是一样管不到 所谓的这个境外的平台 数位产业的相关协会指出 不少业者同时具备了通讯 商务 社群等不同业务 很难用依法来概括全部 建议暂缓施行 至于草案中 服务提供者定定了自律规范 纳入关系人意见时 必须有政府机关代表 也让人担心 言论自由是否会受到钳制 业者一定会面临到一大堆 难以判定是否违法的检举案 我们最后只会选择 一律删除 以求免责 这个对台湾的网路言论自由 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危害 目前除了中国 有这么严格的言论管制以外 其他国家并没有介入到 这么深的言论管制 比较好的点 就是说要求平台问责 中介法问题还出在 就是说政府权力不应该 因为这样子的无限扩张 言论自由是我们坚持的价值 怎么样子才能做到最好 需要各方多沟通 行政院长苏贞昌指出 会请相关部会来沟通 能够让大家都接受 才会继续进行 NCC也暂缓了25号的草案公厅会 或先进行检讨 提升草案品质之后 再来对外沟通 记者曹彦俊财 林静梅 吴家宝 综统报道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 惠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惠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工的转访 议题的整理 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认识一些争议性事件 背后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地方 那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当中 其实也邀请了周冠儒来跟我们分享 讨论数位中介服务法的 他的立法的背景 以及他立法这件事情 到底对台湾社会有什么样重要性 或者是影响 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的请冠儒来 跟我们做进一步的讨论 冠儒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想我们在上一段 大概都会讲到一些 比较概念性理念性的东西 可是我想要在这一段的开始 就用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假如说今天有一个可能是谣言也好 或者是一个被认为不当的讯息 这个不当的讯息可能有很多种 那如果从这个数位服务法的 数位中介服务法之前的既有法律 那他会怎么处理 而数位中介服务法出现之后呢 他可能处理的方式 或是他可能会出现的争议 又会是什么呢 我想先提那个不实讯息相关 相关的部分 就是 其实我们过去看到跟不实讯息 有关的 不实讯息还有谣言有关的法律 那 其实可以看到说 以社会秩序 维护法来说 或者是 传染病防治法第六三条 来看 他其实本身是要处理 那一个散播这个讯息的人 就是他并不是要处理 这个讯息的内容 所以他其实通常 他条文里面并没有 并没有去写说 我之后可以把这个讯息怎么样 而且通常 他会上升到法院 他其实不是只有在一个地方出现 他通常是已经被传出去了 那 过去我们可以看到说 当主管机关或者是侦查的单位 他们发现 有违反社会秩序 无法散布谣言 或者是 其他有关不实讯息的法律的状况 他其实就是会保存这些证据 然后 找出 找出 转传 或者是发布这则讯息的人 但我们通常看到都是转传的 转传 都是转传的 然后再去把这些人找出来是谁了之后 然后呢 去 去依照这个法的程序 就比方说像社会秩序维护法 就是警察可以直接 直接送法院 直接送检议题 那样子的状况 那 那因为 因为这一次的社会中介服务法里面 他的十八条下面有出现一个加注警语的状况 那 他的加注警语的条件是这样子 就是当行政机关认为有一个讯息 他是谣言或是不实讯息的时候 机关依照自己的法律 去向法院申请 资讯线制定的这段过程 其实法院还没有做出决定嘛 那行政机关可以去要求业者去加注警语 但一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这个 这整个行为有很多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到底原本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些 传病防治法六三条 跟其他不实讯息有关的法律 然后到甚至最古老的社会秩序法的 散布的谣言 他的内容到底可不可以出力 讯息内容的限制 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问题 因为本身条文里面 其实没有处理到这一块 而且他实际上 同样的讯息 他可能牵涉到很多不同的版本 或是不同的法本 他要怎么处理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因为他是行政权直接介入 那他一样是国家去介入 介入这一则讯息 那在这个警示 他其实也是帮某一个讯息 做了一个评价 就是这个讯息很有问题 他的评价是可能是假的哦 这样的一个评价 这个评价 那到后续 如果法院今天做出来的决定 是说这个讯息没有违法 那前面这整个行为 就是当事人要怎么办 那这其实是我们没有很清楚的部分 但是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 其实根本没办法这样子用 因为有可能 这些法律因为本身条文里面 没有去处理限制内容的这件事情 他有可能 根本就没有办法这样子用 这也是有可能 但是因为目前的法律里面 就是取了谣言跟不实讯息 而且谣言很明显就是出现在 就是社会秩序的评法里面 就是用到谣言这一个用词 然后所以会 就是会让人联想到说 其实这个法律到底可不可以用 但其实目前都不是很明确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 后续再修改会需要更明确化的 那其实我会认为 就是数位中介法本身里面有 就是它非常的庞大 那是不是可以分阶段 把一些 先把一些比较好的东西保留下来 比方说像是 透明度跟问责机制 这部分保留下来 可能会比较 就是分区处理可能会 可以让这个法律更明确更细致 那我换另外一个例子好了 假设今天有一个案子 在网络上面传了某个人被性侵 或者是某个人的裸造 那这个裸造 在数位中介服务法 它会怎么处理 就是说这个可能会造成 某个人名誉受损 或者是他可能某种的心理的创伤 甚至他可能已经违反了某些的法律 特别是例如说好了 今天可能传的是一个 儿童的裸造 那这个其实上一些儿童相关法律 都已经可以规范了 对不对 那这个还需要数位中介服务法吗 因为很多人 在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 都会觉得说 他不是只有针对谣言 不是只有针对假讯息啊 他可能也要去针对的是这种可能这种 性侵的或者是这种数位暴力 色情的问题的管制 那如果是数位中介服务法 跟不是数位中介服务法 他的这种管理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吗 或者是数位中介服务法能够 有办法管理这些状况吗 我觉得说因为数位中介服务法 他其实没有很明确的 很明确的就是 应该是说他本身也没有办法是一个 把所有的内容细项做规定的法律 他就是把一个程序 跟你需要负的透明度跟责任 是什么列在那边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 其实现在有其他法律处理 那至于没有办法处理到 没有办法很快速处理到的 其实今年就是在立法院有 就是有几项都是跟 都是跟性私密影像 然后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这些 跟性有关的内容的修法 就是现在其实有其他修法在讨论 然后并不是数位中介服务法 他有很多特别是针对这类型影像的修法 那其实这个法律要注意到的是 数位中介服务法他其实前面也有说 如果其他法律有规定 就会是以其他法律为准 OK 所以今天如果有其他法律定的 就是 就是 他还是会回到那些法律的状况 但是我先讲因为那几个法律现在也还没有 就是立法院这边还没有确定通过 就是也还有很多版本在讨论 那 如果是以我们现在来看到的话 他还是都会是用那个 业者自律的方式处理 那当然业者自律就是 意思就是不是所有的业者 都会自律 不是所有的业者都会自律 或者是自律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啦 或者是标准不同的问题 嗯 但他本身有其他有另外四个法律 同时来 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一个 OK 所以其实如果是有法律可以管 他其实也不用数位服务 数位中介服务法来管 那数位中介服务法要管的东西 其实如果原有法律 没有一个明确的依据 或者是一个裁法 他事实上大概也是能够管管程序上面 但是造成这个程序 他可能就会造成这些 争议或者是言论自由的问题 或者是业者权益的受损 可以这样子说吗 哈哈 而且如果今天只放在要处理的是 就是严重的跟性剥削啊 性私密影像有关的法律 其实不是 就真的不是这个 数位中介服务法 他可以 他可以处理 完整处理的范围 他其实还是放在就是这些 大方向 用来的法律嘛 对吧 嗯 OK好 那刚刚你有特别谈到说 这个业者的部分 那我其实有点好奇啦 假设今天这个业者啊 就是假设好了 因为这个数位服务法 中介服务法实施了 然后他的确出现了一个 这个有问题的 或者是有争议的内容 那这个他的主管机关 可能是农委会 或是卫服务等等啊 那他就说啊 这个是要跟法律申请这个 禁制令 但是因为法院还没有来 所以NCC就可以依照这个法律 去要求他加注警语 可是这个当你加注警语的时候 可能就代表你是一个有问题的 那这个也会影响到 大家对你这个讯息的认知跟判断 那表示说国家已经帮你认证 至少这个主管机关认证啊 不是法院认证吧 主管机关认证你是有问题的 好那结果后来法院说啊 那我不要这个禁制令给你 然后或者说法院最后判断说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时候怎么办 这个这个社会中介服务法 有一些相关救济的措施吗 就是我一直在讲一些事情 就是国家否认的讯息 不一定就是假讯息嘛 就国家否认的假讯息 不一定假讯息 因为事实上 假讯息的样态非常的复杂 然后国家他会有他自己的立场 所以他可能为了某些的紧急的事情 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是假的 可是是不是真的假的呢 其实也未必嘛 所以这个到时候不是会引发争议吗 你被认证说你是假的 那道成你的这种可信度 你的本身的资讯的可信度是下降 你这个人的可信度 发文者的可信度也是受到下降 他可能是这种名誉上面的影响 那这个发文的人 或者是被要求加注警语的平台 他有什么样的救济的措施吗 我其实现在 我其实现在就是单从这边的条文 我看不太出来 就是他后面在讲的救济 不太是 就是比较不是这种人民像机关的救济 就是我看到的 比较会是说在业者自律的时候 当出现限制内容的争议的时候 有哪些法院以外的处理方式 但是对于行政机关 这类型的目前 目前我也 就是我也 所以最后还是要去打书院 打书送之类的东西 打行政书院书送的东西吗 他如果算是一个行政处分的话 的确就是又是要往书任这种这类型的成员 他还不形成一个处分吗 对不对 这又是一个很尴尬的地方 嗯 但我就是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处分 然后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朝案里面 他其实也是有想要把所有的这些限制内容的要求 就是希望他至少是要有一个行政处分 因为其实过去就是有很多不确定的状况 那大部分状况都是政府机关就是发了一封公文 但是他到底定性为何不知道 然后去给业者 那一业者 呃本土业者这边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跨境业者通常就是会自行 变成他是自行判断 嗯 OK 哇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本土业者跟跨境业者 他可能处理的方式也会有一些不同 好那刚刚其实我们大部分在谈的是言论自由 以及这个在行政程序上面的处理的方式 可是你一开始的时候提到隐私 这也可能会对隐私的一种侵犯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数位中介服务法 他可能会造成隐私的侵犯 我就主要是因为他有一个资料保存的要求 那这个资料保存当然就是说他 讲说那机关这边依法向业者提出的时候 业者要业者要有这个义务 去保存 保存特定的用户的资料 那但是他没有设定一个期限 那其实 嗯 呃就是资料保存越多 然后资料保存越长 他当然风险就会越 风险就会越高嘛 那其实因为过去就是我前面讲了 那个台权会有台湾网路透明报告 其实台权会同时就是当时在调查的同时 一方面是政府要求限制网路内容的状况 那另一个比较大的部分就是 政府在向网路业者调取个资 用户个资的情况 那针对调取个资的这一块 其实跟限制网路内容一样 都没有足够的透明度 嗯 就是政府除了有特定法律要求 那特定法律只有通讯保障及监察法 这个法律有要求而已 可是因为他只是说在电信业者 嗯 然后他是要求 那个 法务部跟司法院会做一个年报这样 但是 台湾本身像是 最大量的电信业者 他们的报告 就是电信业者自己都没有揭露他们到底 接受了多少次 可是他们有揭露他们接受政府请求的比例 是百分之九十八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可是我们看不到政府到底 请求的依据是什么 然后我们看不到到底每年的调取量 跟涉及的用户数是多少 就是这些都是不知道的状况下 那 所以我们其实长期也都是在讲 在倡议说政府各个机关有做资料调取 有做网络限制内容请求的状况 如果拿得出法律 但是当然可能原本过去的这些法律都没有透明度要求 那其实还是应该要把这些资料汇折起来 然后让一般民众知道它的状况 那我觉得举一个例子来说 香港 香港它其实前几年 前几年开始 然后它有 它就是有做一个很 就是也是一个蛮简易的揭露 但是它有综合就是各个不同的政府机关 然后把它放在开放政府的 放一个放两个资料 就是说跟政府机关 像资通讯业者调取个子是要求限制网络内容的次数 那我们在统计里面就可以看到 在那个反送中后那一阵子之后 然后那个数字在半年 一年到半年 半年到一年之间暴增了 就是暴增了那个一个几倍啊 我现在忘记数字了 总之就是暴增非常多倍 那其实就可以看到说它的网络空间出现的问题 就是怎么会突然暴增那么多请求 那即便是今天政府没有 没有做其他解释 可是因为一直有留存这些证据 它其实就是留下来 留下来让公民社会知道 现在这个地方的网络空间出现了什么样子的变化 我是觉得很可惜 就是台湾的政府机关一直都没有把 我们讲这个各资料取统计 然后跟限制网络内容的东西公开 但是在数位中介服务法里面 它其实是有要求 但是它只有要求限制网络内容的部分 就是有要求政府也要像业者一样 在一个共同资料库里面做登载 那这个东西必须是公开让大家知道 它其实有做一个这样子的请求 就是有做这样子的要求 然后也有要求企业要公布通义报告 但是没有针对调取个资 是只有针对就是限制网络内容 那当然这个部分 我觉得业者当然会觉得负担很重 因为过去都没有做过 那现在突然之间要来做 而且它其实相关的条款是有法则的 那我其实觉得这个部分是不需要 法律也可以开始做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它是一个加分的动作 它并不是一个限缩人民基本权的行为 它是一个做了之后 可以让公民社会变得更好 就是更公开透明 或者是让业者更被信任 对啊 就是它是两方 我觉得不管是政府跟业者都是 就是如果只有一方做 其实它的资料也无从比对 但是政府跟业者双方都做的话 其实是对于民众来说 更容易理解两方之间的请求 或者是处理方式如何 然后其实像共同资料库过去 在美国是那个有针对著作权 嗯 因为是著作权 智慧财产权相关的网络内容限制 有一个又登载到一个共同资料库可以查 嗯 OK好 那当然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法律的确是有些正义 但是你刚刚特别强调说 如果一个阶段性的去做 例如说刚刚谈到的这种透明报告 或者这个所谓透明度的这种更更公开这件事情 至少我们会知道 呃 我们为什么被阻了 或者说他到底是怎么处理的这件事情 那我想这个是对于一个民主社会 或者是一个规则的 制定会比较一个明确 那这当然你会认为现在包山包海 那这个应该可以先把这些类似的这些部分 是可以先先处理的 他的争议也许就不会那么的大 那当然他会涉及到其他相关 呃这个部会或是其他法律的部分 这个部分如果你本身也要去衔接 包括这个法院跟司法院之间的沟通协调 也必须要有人够去连结 他才有真正的去发挥 呃这个法律的效忧 不管这个法律是不是限制言论自由等等 至少你的法律要有效 或者是要减少争议 这个部分可能都是要 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 可是但是我觉得比较好奇 就是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想要请教冠儒 就是呃我们其实也会说 啊这个其实已经是在学习欧盟啊 或者是说这个是引用什么圣塔克 圣塔克拉拉原则等等啊 那那既然是学习欧盟 既然是学习人家欧盟也都订的 这些相关的国家 订的一些相关平台的管理 或者自律的这一种一种做法 那那到底人家是怎么做的 就是为什么好像去学人家 但是好像又到这边又回过来 又有这么大的争议 那难道其他国家就没有争议吗 好我先说那个 我们学欧盟的那个 应该是说这部法案里面有出现 就是它草案里面有引用 引用那个欧盟的那个DSA嘛 然后跟英国的也是一个 网路内容限制的一个草案 然后我先说这两个其实 然后跟那个欧盟的视听媒体服务指令 除了视听媒体服务指令之外 另外两个 欧盟那个是草案 英国那个是草案 然后欧盟那个其实还没开始做 就是欧盟那个他是大概两年前 两年前开始就是开始有版本释出 然后他是到了今年 今年在那个欧盟议会才把它确定下来 然后其实他今年又有一个 又有一个修改的版本 但是他都还没有开始做 然后我必须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看到的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尝试 但其实都没有一个 就是没有一个可以说是 非常确定实务上运作 至少实务上理想的 一个政府介入的模式 就是这其实是 目前没有看到 因为毕竟欧盟他就是还没有开始做 那可能会很多人举例啊 举一些什么 法国的 法国针对选举言论自由 在短时间内法院要处理的法规 然后可能会举这些历史 但他也是针对很特定的言论 或者是举德国的网络执行法 可是必须说 德国的网络执行法 其实在德国自己的两公约审查 我记得是去年的两公约审查的时候 也有被委员在最终报告 有提出说他的独立监督机 他的监督机制还是不足 那他其实都仍然存在他的各自的问题 各自的问题 他都是有问题存在 并不是没有 他其实没有一个统称说好 就是要管所有的违法内容的 一个好的解决方式 然后那如果是以政府之外 就是大企业 因为毕竟企业的权力 现在也越来越跟政府旗鼓相当 那以这些大型企业来说 也有一些企业做了一些新的尝试 我在讲的新的尝试 就是 比方说他们为了要符合 圣塔卡拉原则的要求 就是想要往这个方向靠近 然后或者是要 要在那个整个申诉制度上 要去做更多 但这些尝试仍然还有一些问题 有待解决 那我其实看到有 在国外就是专门做言论自由的团体 RT219他只有提说 就是一个理想的自律 理想的自律的方式 其实不是 就是并不是说 业者定的这个规则 而是说 其实 不是只是业者 而是要各个 其实在这个草案里面 也有提到一点 就是多方厉害关系的 民间团体 相关的专家 一起 一起联合起来 去有这个 自律的 机制 那我前面讲的那些 有一些业者做的尝试 就比方说 有一个业者 他在 他在他的那个意义申诉上 就是说 如果今天 我的 我的某一篇 某一个讯息 然后某一个贴文 然后被某个业者 依照他的 政策 把我 把我就是删除了 那 我可以提出上诉 然后最后会到一个外部的单位 就是他有一个 由外部的人员组成的单位去审核 但是我必须说 他当然有很多限制 比方说 毕竟外部单位的人有限 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审树都可以到 这当然是一定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其实 他没有办法处理 国家的要求 就是来自各政府的这些要求 就是目前 目前没有 所以其实 我们并没有一个 目前没有一个别人已经做过 而且 而且是做得还不错的东西可以抄袭 就是可以把它移过来 其实没有 没有办法可以参照 然后其实圣塔卡拉拉原则 他 他不是一个强制的东西 因为他就是 这个原则就是 各公民社会 跟学者专家等等 组成来说 我们这些 这些企业在进行自律的时候 最起码要做到什么要求 然后他会随着时间 去强化他的要求 那比方说台湾这边 潮案里面参考的版本 就是1.0 就是他最刚开始的版本 就是说要有 要揭露统计 就是这些限制的限制的数量 然后要通知当事人 就是限制内容的时候 要到处当事人到底是什么原因 到底是违反 违反政策的哪一条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看到很多误挡误判的状况 因为就是自己在使用 使用一些平台的时候会发现 但是我这个内容就是没有符合他提供的这个原因 就是什么叫做垃圾讯息 就我转传公库的新闻 怎么会说是垃圾讯息 我们一直被归类为垃圾讯息 我在讲的就是黄春香那个新闻 就是怎么会这样 然后最后就来到有效的救济条件 就是看有效救济条件 现在也不是每个平台都执行的很好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基本要求 做到之后 他还会就是再继续再上升 就是怎么样让他是有效的 然后到了2.0版本 又再加入更多的人权评估 然后政府的一些责任跟角色 然后主要是针对跨境平台 要更去认识到不同的文化与人脉络 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的状况 那其实我这样会不会岔开啊 就是我们当初在写给 那个圣拿卡远泽的改版意见的时候 其实也有提到说 因为他其实现在在做网路内 就是在做网路内容管制的时候 有些平台他除了人工 他就是有人工 然后也会有演算法 那其实不只是演算法的透明 就这些人工的透明也很重要 就是这些人他在审特定语言的时候 他是只懂那个语言 还是他真的有在特定国家审认过 就我当时提的意见就是 比方说以中文来说 那是不是可以揭露 中文的审查员里面有多少比例 曾经在台湾住过 或是多少比例在新加坡 在哪里哪里哪里 等等这些人他住过 那当然这对业者可能 也会是一个负担 因为以前没有做这些揭露 但是我们就是会想办法 去看可不可以让企业的这些自律机制 可以更透明更被我们理解 然后也希望可以藉由这些资讯的公开 就是让这些让自律他在落实 他在真正去落实胜查看他的原则 然后或者是说再不要 不要太严重就是不要伤害到言论自由上 要可以做得更多 嗯嗯嗯嗯 你刚刚谈到那个去做人去做审查 其实有一部纪录片就是网路监察人 他就在讲这件事情 他们就是在菲律宾然后有聘了很多的人来跟 根据这个Facebook或是其他的这种平台的 提供的guide line来做这个审查 但是他其实就误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然后他事实上也以他的正义 那这些业者他不是不知道这些问题 所以大概两三年前还是三四年前 脸书其实就找过一些台湾的一些朋友 包括我也去参加他们的咨询 那他们事实上也是想要去因地制宜 就是看不同的地方 那甚至在这边也请了这个 请了这边的人来去做某种的言论的这种 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但是其实争议还是很多 OK所以这事也反映出这个 这个网路的管理事实上是非常非常 复杂的一件事情 那国家也不是完全就应该松手 就让变成是一个自由市场 因为他最后还是会变成是一种强击落 然后会变成业者来自主 那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国家某种程度的介入或是一种 一种不伤害言论的状况底下去做的 某种的管理 我基本上是赞成 但是刚刚我们在讨论当中 这个问题非常的多 就是至少在这个法案里面 这个草案里面问题非常多 那还好目前是 他本来就还没有出 他本来还是在一个咨询的阶段 也都还没有进入到行政院的讨论 那如果再回来之后 也许在这个讨论 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应该更充分 然后大家来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们应该有很多实质的方法 可以来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因为节目时间关系 今天非常谢谢灌辱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教灌辱相关的问题 那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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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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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